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将带你探索古代中国最美妙的一百首颂词 这些词作跨越时空,承载着千年文化的精髓 无论是爱情的绵长,还是孤寂的深邃 这些经典之作都能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喜欢这份美妙,别忘了点赞和收藏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些动人心弦的文字之美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将带你踏上一场古词之旅 一段承载着中国文化精髓的奇妙之旅 这里有经典诵词白首 每一首都是古今排行榜上的瑰宝 它们如同镜花水月 映照着古人的情感与智慧 撼动着每一颗现代人的心弦 颂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它们犹如一幅幅绝美的画卷 勾勒着人生百态 抒发着情感真挚 无论是爱情的甜蜜 亦或是孤独的思念 颂词都以其优美的语言和深刻的内涵 打动着历经千年的我们 在这白首经典诵词中 有多少首曾陪伴着古人饮酒作乐 有多少首曾在月色下品味爱情的滋味 每一首词都是一段故事 每一句词都是一种情感的流露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著迷于中国古典诗词 喜欢住这份千年文化的底蕴 那么别忘了收藏这个视频 让我们一同领略这白首经典诵词的独特魅力 希望你会在这段旅程中找到心灵的共鸣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唯美的词异世界 敬请期待 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关于经典诵词的珍奇之旅 第一名聂奴娇赤壁怀骨 苏氏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 人道士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案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宫锦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姿应发 与善观金 谈笑间 墙鲁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 以雄魂的词异和宏大的场景描写而著称 通过描绘赤壁战场 将三国时期的英雄壮举和江山风貌描绘的淋漓尽致 描述了赤壁之战的激烈场面 从波涛汹涌的大江 山石参差的景致 到横扫群雄的英雄豪杰 生动展现了历史上的重要战役 其中 对周瑜与小桥的爱情描绘 以及绅士变迁的感慨 使整首词更具情感共鸣 第二名 满江红 岳飞 怒发冲冠 平蓝处 萧萧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 白了少年头 空碑切 静康尺 游未雪 陈子恨 何时灭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引匈奴血 带从头 收视旧山河 朝天阙 以慷慨激昂的词调 表达了中国爱国将领 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忧虑与激情 此中表达了岳飞对静康之耻的怀念 与对国家复兴的渴望 壮志未愁 忠意难忘 他的好情壮志以及对敌人的深切仇恨和决心 在此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 展现了忠诚与报国之情 第三名声声慢 李清照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七七惨惨七七 乍暖还寒时候 醉南江西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 晚来风急 厌过也 正伤心 却是旧事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笋 如今有谁看斋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间细语 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地 怎一个 愁自了得 以深沉的忧伤 永远的情感描写了失忆之时的心境 词中通过自然景物和感情交织的管道 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伤感和不甘 词中的黄花 雨露和窗帘都成为了表达情感的载体 体现了作者对逝去时光的怀念与惋惜之情 第四名水调歌头 苏氏 秉辰中秋 欢饮达旦 大醉 做此篇 奸怀自由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葛 低启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识缘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以豪放奔放的此风 抒发了对逝去时光和人生的感慨和无奈 辞作于中秋之夜大醉之后 对月的追问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折射了诗人对人生充满疑问和无奈的心情 对于离仇别墟 以及人生无常的感慨 表达了对于美好与不确定性的追求和奇迹 第五名 雨淋淋 刘勇 寒蝉妻妾 对长庭晚 咒语出歇 都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兰州催发 直手相看泪眼 静无语凝夜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处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冷落青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 阳柳暗 小风残月 此去经年 应是良辰好景叙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 更与何人说 以清美的词意描绘了离别之情 通过对雨天和离别情景的描写 表现了人生无常和离别的悲伤 悲凉的慈敬 流露出诗人对于时光流逝 和人情淡忘的深深忧愁 以及对于逝去美好时光的留恋和不舍 第六名 勇欲乐金口北顾亭怀骨 心气急 千古江山 英雄无秘 孙仲某处 五谢歌台 风流总辈 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 寻常相末 人道济奴曾著 想当年 金歌铁马 气吞万里如虎 原家草草 风狼居须 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 望中游记 风火扬周路 可堪回首 避离祠下 一片神压涉骨 凭谁问 连坡老矣 尚能犯否 是一首怀骨抒情的作品 表达了对于国家沉浸在动荡不安之中的忧心忡忡 通过历史典故 对国家前途的担忧和对于失去的怀念 展现了作者对于国家兴亡和历史命运的思考 对于当时乱世和沧桑变化的描写 表达了作者的愤懒和不甘 第七名 则似必萧条 寒水自闭 暮色渐起 树脚悲银 与怀创然 感慨今夕 因自夺此取 千言老人以为有属离之悲也 怀左明都 逐夕家处 解安少住出城 过春风时里 尽寂迈清清 自虎马窥江去后 废池桥木 游燕掩冰 见黄昏 清叫吹寒 都在空城 渡郎俊赏 蒜耳金 重道虚惊 纵窦寇此宫 清楼梦好 难赴深情 二十四桥仍在 薄心荡 冷月无声 念桥边红药 年年之为谁生 以深沉的怀骨情怀 和对时光变迁的感叹 描述了诗人游历扬州时的 所见所感 通过对扬州的寄聊景象 和自身感受的描绘 流露出对当地萧条景象的 感慨与怀念 体现了诗人对于历史 与现实的比较 以及对于岁月变迁的 深深感怀 第八名 拆头缝 路由 红苏手 黄藤酒 漫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厄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理所 错错错 春如旧 人空寿 泪痕红一焦消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蒙虽在 锦书难脱 莫莫莫 路由的拆头缝 表现了离别时的悲凉和怅然 以女子在春景中怀念失去的爱情为题材 通过对爱情 离别和不舍的表达 刻画出人生中离仇别绪的深邃情感 此中情感真挚 表达了对逝去美好时光的追忆和不舍 第九名 摸鱼儿 心气急 春夕以害 自湖北草以湖南 同观王正之 至九小山亭 为父 更能消 几番风雨 匆匆春又归去 西春长 怕花开枣 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 见说道 天涯芳草无归路 愿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 画颜珠网 近日惹风絮 掌门是 准你家妻幼物 峨眉曾有人度 千金纵买相如妇 默默此情谁诉 君默武 君不见 欲还飞燕皆尘土 贤愁醉苦 修去以微蓝 斜阳正在 烟柳断肠处 心气急的摸鱼儿 是一首怀骨抒情之作 表达了对逝去时光 和人生悲凉的感慨 通过对春景 花开 春雨和离别的描绘 展现了诗人 对于岁月变迁 和离仇别墟的深切感叹 第十名 暗香梅 江葵 星亥之冬 鱼在雪一石湖 只寄月 寿简所聚 且争心生 作此两曲 石虎把玩不已 使功继力席之 阴节写完 乃明之月暗香 书影 旧时月色 算几番照我 眉边吹笛 唤起御人 不管清寒 与攀斋 何训而今见老 都忘却 春风此笔 但怪的 竹外淑花 香冷入瑶席 江国 正寄计 探计与路瑶 夜雪出击 翠尊意气 红鳄无言 耿相亦 长寄曾写首处 千树鸭 西湖寒碧 又片片 吹尽也 几十件的 江葵的暗香梅 以独特的意境 和深邃的情感 描绘了对梅花的赞美 与怀念 通过对梅花 在雪中的 凄美景象 和对逝去时光的追忆 表达了 对美好时光的 留恋与思念 第十一名 水龙银赐运张智夫洋花词 苏氏 似花还似飞花 也无人稀从较坠 抛家傍路 思良却逝 无情有私 银笋柔长 困憨娇眼 欲开缓毕 梦随风万里 寻狼去处 又缓背 应呼起 不恨此花飞尽 恨夕缘 落红难坠 小来雨过 一宗何在 一池平碎 春色三分 二分尘土 一分流水 细看来 不是洋花 点点是 离人类 苏氏的水龙银赐运 张智夫洋花词 描绘了一种悲凉的离愁别絮 以洋花比喻女性离别时落泪的场景 将花的凋雕临与离人类水相联系 表达了对别离的深情和不舍 对春天和花开春风的描绘与离愁别絮相结合 表现出诗人对逝去时光和离别情感的凄凉和怀念 第十二名 输影梅 江葵 台之坠玉 有翠琴小小 之上同肃 刻里相逢 离角黄昏 无言自以修竹 昭君不惯胡杀远 但暗逸 江南江北 想配还 月夜归来 化作此花幽读 游记深宫就事 那人正睡里 非净额绿 莫似春风 不管盈盈 早已安排金屋 还叫一片随波去 又雀怨 玉龙哀曲 等嫩时 虫密幽香 已入小窗横幅 江葵的书影梅 以梅花作为意象 表达了诗人对过去爱情和旧时光的回忆和怀念 以梅花 遇过去的爱情和记忆 将梅花在雪中静静盛放的景象与旧时相思回忆相对比 表现出对逝去美好时光的不舍和怀念 第十三名 水龙银灯健康赏心亭 心气急 楚天千里青秋 水随天去秋无际 摇层远目 献愁公恨 欲簪罗记 落日楼头 断红生理 江南游子 把无沟看了 栏杆拍遍 无人会 灯林意 修说鲁语勘快 静西风 既应归位 求田问舍 怕应修建 流浪才气 可惜流年 忧愁风雨 树游如此 欠何人 换取红金翠袖 问英雄类 心气急的水龙银灯健康赏心亭 以抒发诗人对故乡和过去新亡的感慨 通过对故地的景物和人事的描述 表现了对逝去时光和旧时繁华的怀念和感伤 诗中体现了对时代动荡和人生变迁的思索 以及对国家兴衰的深沉感慨 第十四名 如梦令 李清照 昨夜语书风筹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连人 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的如梦令 以简洁的词调 表达了对逝去时光和美好回忆的追忆 以雨夜和残酒为背景 表现了诗人对过去的回忆与留恋 诗中所描绘的花与昔日景象的对比 折射出岁月更替中的感慨与情绪 第十五名 双双燕涌燕 史达祖 过春设了 渡帘幕中间 去年晨冷 此池玉柱 是入旧草香病 海香雕梁早景 又软雨 商量不定 飘然快服花烧 翠尾分开红影 方静 琴泥雨润 爱贴地争飞 静夸清俊 红楼归晚 看祖柳昏花明 英字七香正吻 便忘了 天涯芳信 丑笋脆带双额 日日画蓝独平 诗达祖的双双燕涌燕 描述了燕子回潮的情景 通过对燕子归来和翩翩起舞的生动描绘 表现了对于春天和生机勃勃的景象的赞美与欣慰 描绘了燕子欢快飞舞的场景 展现了春天带来的生气勃勃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第十六名 醉花阴崇阳 李清照 薄雾浓云愁咒 锐脑消金寿 佳节又崇阳 预枕杀厨 半夜凉出透 冬离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迎秀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的醉花阴崇阳 以朦胧的景象描绘了崇阳节的酬序 通过异象的隐晦与暗示 抒发了对时节变迁和光阴流逝的感慨 诗中一夜深人静 花香席人的时刻 表达了对岁月流逝和人生短暂的无奈和感叹 第十七名清玉案 鹤柱 凌波不过横唐路 但目送 方尘去 锦瑟华年水雨度 月桥花怨 锁窗诸户 只有春之处 碧云冉冉横高木 才比心体断肠聚 试问 闲愁都吉许 一川烟草 满城风絮 梅子黄石雨 鹤柱的清玉案 表现了时光意识和人世意变的主题 通过对横唐路和岁月的隐喻 展现了对时光流逝和岁月更迭的感慨 诗中的景物描绘和对离仇别墟的表达 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心弦 第十八名菩萨满书江西造口壁 新气急 预估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类 西北望长安 可怜 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湾正愁于 山深闻这姑 新气急的菩萨满书江西造口壁 通过对江水和山景的描绘 抒发了对逝去岁月和人生波折的感叹 诗中表达了对历史兴衰和个人遭遇的思考 表现出对逝去岁月和历史沉淀的怀念和感慨 第十九名兰陵王柳 周邦燕 柳英直 烟里丝丝弄壁 随地上 曾见几番 拂水飘棉颂醒色 灯陵望故国 谁时精华眷客 长亭路 年去岁来 英哲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 又久趁哀闲 灯照离席 梨花与火催寒时 愁一见风快 半高拨暖 回头调地变数亿 望人在天北 七侧 恨堆积 见别蒲迎回 今后曾记 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谢邪手 陆桥文迪 沉思前世 似梦里 泪暗低 周邦燕的蓝陵王柳 以柳树为象征 抒发了对故国相仇和离别的感伤 通过对柳树 故国和旧时光的描绘 表现了对逝去岁月和离别情感的怀念与留恋 第二十名踏缩行 沉舟旅舍 秦官 勿施楼台 月迷金度 桃园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馆碧春寒 杜鹃生里邪养木 一记梅花 鱼传齿素 弃成此恨无重数 秦将杏字绕秦山 为谁留下消香去 秦官的踏缩行 沉舟旅舍通过队伍 月和桃园的描绘 展现了对逝去时光和失落感的表达 诗中透露出对逝去岁月和往事的怀念 以及对于生活中不易寻找的失落感 第二十一名 于家傲 范仲淹 赛下秋来风景意 横阳艳去无留意 四面边生连脚起 千丈里 长烟落日孤城壁 灼酒一杯家万里 烟然未乐归无忌 枪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媚 将军白发争腹泪 范仲淹的于家傲 以丰富的景象描绘了孤城风情和戍边壮志 通过对孤城秋色的描绘 反映了时代变迁和个人遭遇的感叹 表达了对壮志未愁的遗憾和无奈 第二十二名天仙子 张仙 时为家和小翠 以病免 不复辅惠 水调树生持久听 五醉醒来愁未醒 宋春春去几十回 临婉静 商流景 往事后期空济省 沙上病勤 池上名 云破月来花弄影 重重莲幕密遮灯 风不定 人出境 明日落红英满静 张仙的天仙子 以细腻的笔触 描绘了春日时光的流逝和人情事态 通过对春景和感情的婉约描写 表达了对岁月意识和往事难忘的情感 以及对美好时光的留恋和感慨 第二十三名 住英台 静晚春 新气急 宝钗分 桃叶渡 烟柳暗南谱 怕上层楼 十日久风雨 断肠片片飞红 都无人管 欠谁换 留英生住 并边去 是把花不归期 才沾又重数 罗杖登昏 乌夜梦中雨 是他春带愁来 春归何处 却不解 将愁带去 新气急的 住英台静晚春 以悲凉的离别情愫 和对流年意识的感慨为主题 通过对红颜祸水和离别伤情的描写 表达了对逝去岁月和流年轮回的深深怀念和留恋 第24名捕蒜子黄州定会愿愈居座 苏氏 缺越挂书童 漏断人出镜 谁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红影 惊奇却回头 有恨无人醒 简禁寒之不肯期 寂寞杀周冷 苏氏的补蒜子黄州定会愿愈居座 通过寥寥数语 勾勒出夜幕下的孤寂和怅然 诗中的意向描绘和对寂寞境遇的表达 使读者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深邃和忧郁 第25名 启罗湘永春雨史达祖 坐冷漆花 江烟困柳 千里偷摧春暮 近日鸣迷 丑里欲非还住 惊粉重 别宿西元 喜泥润 燕归南谱 醉防他 佳约风流 电车不到杜陵路 沉沉江上望极 环背春潮晚极 难寻官渡 隐约遥风 和泪谢娘眉舞 林断岸 心律生时 是落红 带愁流畜 即当日 门眼梨花 简灯深夜雨 石达祖的 启罗湘永春雨 以春雨带来的情愫 和离愁别叙为主题 通过对春雨落寞 描绝了离愁别叙 和对逝去岁月的留恋 表达了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怀念 第26名 《雀桥仙》 《雀桥仙》 情官 仙云弄巧 飞星传恨 银汉条条暗渡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盛阙 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 朝朝暮暮 情官的雀桥仙 以叙述仙境爱情为主题 意境清新 用淡雅的语言 描绘了仙境之恋的美好 通过对爱情和时光的表达 表现了对真挚情感 和美好时光的渴望和珍视 第27名 蝶恋花春晚 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吉许 杨柳如烟 莲木无重树 遇乐雕安有野处 楼高不见张台路 雨横疯狂三月幕 门眼黄昏 无济留春柱 泪眼问花花不语 乱红飞过秋千去 欧阳修的蝶恋花春晚 通过对庭院景象的描写 展现了春日余晖 和离愁别续的情感 诗中表达了 对时节流逝 和逝去往事的留恋和感慨 第28名 六丑强威蝶后座 周邦燕 正单一是酒 唱客礼 光阴虚致 愿春暂留 春归如过亿 一去无济 慰问花何在 夜来风雨 藏楚功倾国 拆殿堕处一乡泽 乱点桃漆 清翻柳墨 多情为谁追悉 但风眉蝶屎 石寇窗阁 东原层寂 见朦胧暗壁 静绕针从底 成叹息 长条顾惹行客 似千一带话 别情无极 残英小 强簪金泽 终不似 一朵拆头颤鸟 向人依侧 漂流处 莫衬潮汐 孔断红 尚有相思字 和尤建德 周邦彦的 六丑强威 邂后座 淡雅的笔触 描绘了离愁别叙 和对往事的回忆 通过对强威 和离愁的表达 表现了 对逝去时光 和感情的思索和感慨 第29名 满亭芳 寝官 山末微云 天连摔草 画脚升断桥门 暂停征兆 辽共引离尊 多少蓬来就是 空回首 烟矮纷纷 斜阳外 寒压万点 流水绕孤村 销魂 当此祭 香囊暗解 罗带清分 满云德清楼 薄姓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 金绣上 空惹 空惹 提痕 伤情处 高尘望断 灯火已黄昏 秦官的满亭芳 对逝去时光 和春日情愫的描绘为主题 通过对庭院景象 和春日美景的描绘 表达 表达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和留恋 第三十名 一简眉 李清照 红藕香残玉殿秋 清解罗长 独上兰州 云中 谁寄锦书来 燕自回时 月满溪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贤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踩下眉头 却上心头 李清照的 一简眉 通过一简眉 寄托了诗人 对流年意识 和离愁别墅的感慨 诗中 对一简眉的描绘 和对逝去时光的思念 表现出了 对时光意识 和岁月流逝的 深切感叹和思索 第三十一名 凤凰台上一吹销 李清照 香冷金泥 被翻红浪 起来拥字梳头 任宝连尘满 日上连沟 生怕离怀别苦 多少事 欲说还休 心来寿 非干病酒 不是悲秋 明朝 这回去也 千万遍阳关 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 烟锁秦楼 唯有楼前流水 应念我 终日宁谋 宁谋处 从今又添 一段薪酬 李清照的凤凰台上 一吹销 是一首写紧怀人的词 通过对旧情往事的回忆 展现了 词人内心深处的 思念和留恋 第32名 苏木遮别恨 范仲淹 碧云天 黄叶地 秋色连波 波上寒烟脆 山映斜阳天接水 芳草无情 更在斜阳外 暗香魂 追吕丝 夜夜除飞 好梦留人睡 明月楼高修读已 久入愁长 画作相思泪 范仲淹的 苏木遮别恨 以秋色景物描绘了对旧情的怀念和离别之情 表达了词人内心深处的哀愁和凄凉 第33名 贵之香金陵怀骨 王安石 登陵送墓 正故国晚秋 天气出速 千里成江四炼 翠风如簇 归番去照斜阳里 被西风 久其邪处 彩周云淡 星河路起 画图难足 念往昔 繁华静竹 探门外楼头 悲恨相续 千古平高 对此慢皆荣辱 六朝就是如流水 淡寒烟 摔草凝绿 至今伤女 时时尤唱 后庭一曲 王安石的贵之香金陵怀骨 以怀骨怀仁为主题 通过对故国秋色的描绘 表达了对故国和旧事的眷恋和思念 第三十四名 锐龙吟 周邦彦 张台路 环剑退粉没烧 试花桃树 阴阴芳莫人家 定朝燕子 归来就处 暗宁柱 阴记个人痴晓 乍亏门户 清晨潜约公黄 帐风应秀 盈盈笑语 前渡流浪重道 放临巡礼 同时歌舞 唯有旧家谢娘 生嫁如故 银间复笔 游记烟台剧 知谁办 明媛录影 东城闲步 事与孤红去 探春尽事 商离一续 官柳低金吕 归继晚 先先池塘飞语 断场怨落 一连风絮 周邦彦的锐龙吟 就是回忆为主题 表现了词人 对过往时光的怀念和感慨 第35名 满亭芳 夏日立水无想山座 周邦彦 风老英雏 鱼肥梅子 五阴家树清源 地碑山尽 一润沸鲁烟 人尽乌冤自乐 小桥外 心绿渐渐 平兰酒 黄炉苦竹 一瓣酒江船 年年 如设宴 漂流汉海 来际修传 且莫斯身外 尝尽尊前 憔悴江南眷客 不堪听 即管凡贤 歌言叛 先安殿枕 容我醉时眠 周邦彦的满亭芳 夏日立水无想山座 描绘了夏日清幽的自然景色 即已抒发对旧日时光 和故国风情的思念和怀念 第36名 踏缩行相别 欧阳修 后馆没残 西桥柳系 草薰风暖瑶争配 离愁渐远渐无穷 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长 阴阴粉泪 楼高墨尽微蓝矣 平无近处是春山 行人更在春山外 欧阳修的踏缩行相别 以自然景物为背景 表达了对旧情往事的 离愁别墅和凄凉之感 第37名 八生甘州 刘勇 对萧萧木雨洒江天 一番喜青秋 见双风漆紧 观河冷落 残照当楼 逝处红衰脆俭 冉冉物华修 唯有长江水 无颜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 望故乡渺渺 归思难收 叹年来踪迹 何事苦烟流 想家人 庄楼勇望 物己回 天际时归周 争知我 以兰甘处 正嫩凝愁 刘勇的八生甘州 以秋景描写 反映了词人对旧事 旧情的怀念和思索 第38名 江城子 以卯正夜二十日夜记梦 苏世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两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阴不实 尘满面 病如霜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仙窗 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段长处 明月夜 短松刚 苏世的江城子 以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以梦境回忆为主题 抒发了对逝去亲人 和旧情的眷恋和思念 第39名 清玉暗元熙 新气急 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 星如雨 宝马雕车相满路 凤霄生动 玉湖光转 一夜于龙舞 鹅儿雪柳黄金履 笑语盈盈暗相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 漠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新气急的清玉暗元熙 以元熙之夜为背景 表现了 此人对过往情感 和美好时光的怀念 和留恋 第四十名 齐天乐蟋蟀 江葵 秉晨岁 与张功复 会饮张达可之堂 文污必肩 蟋蟀有生 功复约与同父 已受歌者 功复先成 此甚美 与徘徊茉莉花间 养见秋月 顿起幽丝 寻意得此 蟋蟀 中都忽为促之 善斗 好事者 或以三二十万钱 致一枚 露相尺为楼官 已住之 耿郎先自迎仇富 漆漆更闻思语 陆诗同扑 台青石井 都是曾听一处 哀音四肃 正思赋无眠 起寻积住 区区平山 夜凉独自 慎情绪 西窗又吹暗雨 为谁平断绪 相和珍楚 后馆迎秋 离宫吊月 别有伤心无数 宾施慢雨 笑离落忽灯 世间儿女 写入情思 一生生更苦 圆柱 轩 正间 有事大夫致蟋蟀银 江奎的齐天乐蟋蟀 以蟋蟀之声 描绘了人间百态 和离仇别叙 表达了 此人对流年意识 和美好时光的思考和感慨 第四十一名 破阵子 为陈同府赴壮词已记之 心气急 最离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赢 八百里分灰下至 五十闲翻赛外生 沙场秋点兵 马坐笛炉飞快 公如霹雳咸惊 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心气急 以豪迈慷慨的笔触 将战场上的豪情 与壮志淋漓展示 他描绘了一个英勇无畏 挥洒热血的战场画面 酒醉之中 心持神网 这首词以战争为背景 以壮志凌云的豪情 赋予读者强烈的视觉 和心灵冲击 通过醉里挑灯看见 梦回吹脚连赢的描写 心气急勾勒出一幅 身临其境的战场图景 他运用八百里分辉下至 五十弦翻赛外生等细节 生动展现了激烈的战斗场面 和战古激昂的氛围 最后两句了却君王天下士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表达了战争残酷 和生命无常的深切感慨 心气急借助此中的英雄悲歌 既展现了壮志凌云的豪情 也表达了对战争惨壮的忧虑 和对英雄们的敬佩 第四十二名千秋岁 寝官水边沙外 成国春寒退 花影乱 应生碎 飘零书九斩 离别宽一带 人不见 碧云木和空相对 一席西池慧 冤露同飞盖 携手处 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 敬礼珠掩盖 春去也 飞红万点愁如海 情官以淡婉的笔触 描绘了离别之情 通过对昔日欢聚场景的回忆 表达了对逝去岁月 和人世变迁的感慨 此中以水边沙外 乘过春寒退的清幽景致为背景 情景交融 充满离仇别叙 一席西池慧 冤露同飞盖 表现了对往日欢聚场景的怀念 而人不见 碧云木和空相对 更凸显了现实中的离散和别离之情 情官用七碗之笔 描绘出岁月流转中 人是已飞的感伤 第四十三名 幻西沙 艳书 一曲心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就停台 夕阳夕下几十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识艳归来 小园相近独徘徊 艳书已淡薄 寥寥数语 勾勒了一个 意境优美的离愁别序 他运用了抒情的手法 以几句简短的描述 勾勒出词中的沉郁和离愁 一曲心词酒一杯 短短一句之中 诉说了忧伤离别的情感 艳书已无可奈何花落去 来描绘无奈之感 以及对逝去时光 和离人之情的深深忧伤 第四十四名捕蒜子永梅 陆游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度 凌落成泥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陆游以典雅清新的笔触 写出了一种悲壮的离别情怀 此中通过 意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表现了一种无奈和孤寂的景象 接着无意苦争春 则表达了对梅花坚韧品性的赞美 和对逝去时光的思索 凌落成泥 碾坐沉 只有香如故 通过梅花凌落 和香如故 形成鲜明对比 表现了一种坚韧不屈 饱含离别忧伤的情感 第四十五名 如梦令 李清照 长寄西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幸尽挽回舟 悟入藕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欧鹿 李清照已清幽 唯美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凄美的意境 通过对西庭日暮的回忆和沉醉不知归路的情境描写 营造了一种朦胧梦幻的氛围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欧鹿 表达了词人在梦中的无助与惊慌 这种意境将梦境与现实的分和 疏离与迷茫相结合 增添了词中离愁别续的意境 第四十六名 念奴骄 李清照 萧条庭院 又写风细雨 崇门须壁 崇柳交花寒时尽 种种恼人天气 显韵诗成 福头久醒 别是闲滋味 争红过尽 万千心事难记 楼上几日春寒 连锤四面 玉兰杆拥矣 被冷香消心梦觉 不许愁人不起 青露沉流 心童出瘾 多少有春意 日高烟连 更看今日情味 李清照 一种萧瑟凄美的笔调 勾勒出内心离愁别续的景象 他通过细腻的描述 表现了庭院荒凉 风雨漆冷的景象 描绘 重柳交花寒时尽 暗示了他对于孤独 清冷环境的不满和不安 他对诗词 酒醒的描述 点出了一种愁绪在心头回旋的痛楚 最后 日高烟连 更看今日情味 表现了他对未来的期待和对光明的渴望 第四十七名 念奴交过洞庭 张孝祥 洞庭青草 近中秋 更无一点风色 欲借穷田三万请 祝我偏周一夜 夙月分辉 银河共影 表里句成彻 怡然心晦 妙处难语君说 应念领海经年 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 短发消骚金秀冷 稳饭苍浪空阔 近亦西江 细征北斗 万象为宾客 寇贤独孝 不知今夕何夕 张孝祥已洞庭青草 夙月分辉的自然景致为背景 勾勒了一幅美丽清朗的画面 他描述了湖光山色的宁静景象 用御界穷田三万请 祝我偏周一夜 表现了心境的超然和惬意 他对于思念的表达 通过应念领海经年 表现得深刻而独特 整首词虽以美景为背景 但更多的是对岁月和思念的感怀 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深情厚意 第四十八名 临江仙夜灯小阁 一落中就游 陈宇逸 一夕五桥桥上瘾 座中多是好阴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 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 此身虽在看京 闲灯小阁看心情 古今多少事 鱼唱起三更 陈宇逸以一夕五桥桥上瘾的回忆 描写了洛阳昔日的欢乐场景 通过对往昔好阴风流 明月清风的描述 表现了对旧时光的怀念 整篇词在怀旧中 表现了对逝去时光和人世变迁的感慨 以及对于曾经欢聚场景的留恋 第四十九名 旺海潮 刘勇 东南行圣 三无都会 钱塘自古繁华 烟柳画桥 风帘翠木 参赐十万人家 云树绕低沙 怒涛卷霜雪 天欠无涯 势猎珠鸡 护营裸起 静豪奢 重湖蝶眼倾家 有三丘柜子 十里荷花 枪管弄情 灵歌范叶 袭袭吊蕃莲 牵齐雍高雅 承醉听消鼓 饮赏烟霞 一日图将好景 归去凤池夸 刘勇已行圣的三无 前塘景致为背景 描绘了一幅繁华壮美的画卷 他描述了东南地域的繁华景象 如势猎珠鸡 护营裸起 静豪奢 表现了一种富饶繁荣的景象 征手词以美景为背景 抒发了对家乡风物和过往时光的深深眷恋 表现了对于故土的思念之情 第五十名 贺新郎别冒家十二帝 新气急 绿树听提诀 更纳堪 这姑生柱 杜鹃生怯 提到春归无提处 苦恨芳妃陡写 算未底 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观赛黑 更长门 翠碾词金雀 看烟焰 送归妾 将军百战深明烈 向河梁 回头万里 故人长觉 一水潇潇西风冷 满座一关似雪 正壮士 悲歌未彻 提鸟还之如许恨 料不提 清泪常提血 谁供我 最明月 新气急 以别冒家十二帝的形象 勾勒了一幅 别离离愁的画面 他描写了别离时的心情 以将军百战 深名烈的英雄悲歌 表现了战乱离散之苦 此中穿插 马上琵琶观赛黑 更掌门 淬念词金雀 表达了对战乱逃离之痛苦 全此表现了 对离别之情的无奈和苦涩 充满了好情与悲壮 第五十一名花贩梅花 周邦雁 粉墙低 梅花照眼 依然就风味 路痕清坠 一敬喜千华 无限加力 去年圣上曾孤矣 冰盘同宴喜 更可惜 雪中高树 香钩熏素背 今年对花醉聪聪 相逢似有恨 一一惆脆 迎望久 青台上 玄看飞坠 香江见 翠完见久 人正在 空江烟浪里 但梦想 一直潇洒 黄昏邪照水 周邦雁以梅花为主题 以清新婉月之风 写出梅花素雅清雅的风韵 他通过对梅花的描述 勾勒出梅花素雅清冷的美丽 词中路痕清坠 形容梅花上洁白的路珠 展现了冷傲之美 对去年梅花的回忆 以及对今年梅花 匆匆相逢的情感表达 显示出作者 对梅花的深情厚意 整首词以梅花为载体 表现了作者 对梅花的痴迷和情感 第52名武林春 李清照 风筑沉香花已尽 日晚卷枕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 玉与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上好 也你泛清舟 只恐双溪乍蒙舟 再不动 许多愁 李清照以对景色和心情的描写 展现了对流年逝去 和物是人非的感慨 他通过风筑沉香花已尽的描写 表现出春天的落幕和时光的流逝 随中玉与泪先流 写出了内心的愁绪和无奈 对于双溪春的向往 与无能为力的心情 展示了作者对美好时光和流年逝世的痛感 第五十三名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新气急 明月别之精确 清风半夜明禅 到花香里说风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与山前 旧时茅殿设临边 路转西桥忽现 新气急 以夜行黄沙的旅途为背景 通过对自然景致的描述 表现出内心的感慨 他通过明月别之精确等形象 展现了夜行黄沙的寂静和宁静 整首词通过对大自然景色的描绘 以及作者自身旅途中的所见所感 表现了一种显示自得的境界 和对大自然的赞美 第五十四名这孤天佳慧 燕姬道 彩绣殷勤捧玉中 当年盼雀醉严红 五滴杨柳楼心悦 歌尽桃花善底风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童 今宵圣百银刚照 有孔相逢是梦中 燕姬道 以佳慧为主题 以歌舞豪情之风 描绘了一幅盛世繁华的景象 他通过对嘉惠场景的生动描绘 勾勒出豪华热闹的场面 整首词以歌舞宴会为载体 表现了作者对美好时光和嘉惠的留恋和期待 第五十五名 贺新郎下景 苏氏 汝燕飞华屋 巧无人 同音转舞 晚良心欲 手弄生肖百团善 山手一时似玉 见困矣 孤眠清熟 莲外谁来推秀户 网叫人 梦断摇台曲 又却是 风敲竹 十六半土红金醋 带浮花浪蕊都尽 半君幽毒 农艳一只细看去 芳心千重四树 又恐背 秋风惊律 若带的君来向此 花钱对酒不忍处 共粉类 两素素 苏氏以夏日的清凉之景为背景 以细腻 婉约之笔 描绘了一个清凉夏日的场景 此中汝燕飞华屋 勾勒了剩下时节的清幽和凉爽 通过对十六 花 风的描绘 表现了作者对夏日清凉的享受和对美好时光的期许 整首词以清凉夏日为背景 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感怀和情感 第五十六名 洞仙歌 苏氏 铺七岁时 见梅州老尼 姓朱 望其名 年九十余 自言长随其诗 入蜀主梦场宫中 一日大热 蜀主与花蕊夫人 印那梁磨喝池上 作一词 朱俱能祭之 今四十年 朱已死 人无知此词者 但记其手两句 霞日寻味 启动仙歌令乎 乃为足之云 兵机玉骨 自清凉无憾 水电风来暗香满 秀连开 一点明月亏人 人未寝 一枕拆横并乱 起来携束手 亭护无声 十见书星度和汗 试问夜如何 夜以三更 金波淡 玉绳低转 但屈指 西风几时来 又不到 流年暗中偷换 在《洞仙歌》中 苏氏描绘了一个 如梦似幻的情境 他通过对一个老泥的记忆 展开故事 借此描绘了一幅 极富诗意的场景 这首词以清凉夜晚为背景 通过描绘冰激玉骨 自清凉无憾的清凉景致 展现了凉爽夜晚的惬意 通过诗中的问题和疑虑 凸显了人生无常和时光异式的主题 第五十七名 蝶恋花 苏氏 花褪残虹清性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棉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笑剑不闻声剑敲 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描述了春天花谢蝶飞的景象 通过描绘落花的凄美和行人佳人的离别 勾勒了一幅意境深远的画面 最终表现了时光流逝 生命意识的情感 表达了对岁月意识和美好时光的感叹 第五十八名 永遇乐 李清照 落日容金 暮云何必 人在何处 燃柳烟农 吹梅迪苑 春一枝极许 元宵佳节 融合天气 次第岂无风雨 来香照 香车宝马 谢他酒棚失旅 中周圣日 闺门多侠 记得偏重三五 蒲翠观耳 碾金雪柳 醋带争记处 如今憔悴 云环双鬓 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像 脸底下 听人笑语 李清照 在《勇于乐》中表现了对流年逝去和物是人非的感慨 通过对自然景色的描写 如落日容金和暮云何必 表现了识人内心的感慨和冲突心境 这首词表现了识人对美好时光的向往和对自然的热爱 第五十九名 念弩骄书东流村壁 新气急 夜唐花落 又匆匆过了 清明时节 铲得东风七刻梦 一枕云平寒切 趋暗池商 垂阳戏马 此地曾经别 楼空人去 就有飞燕能说 闻到起末东头 行人曾见 连底仙仙月 旧恨春江流不尽 心恨云山千叠 料得明朝 尊前重建 敬礼花难辙 也应经问 近来多少华发 新气急 以及富诗意的笔触 描绘了一个怀旧离别的场景 通过《以唐花落》等词句的描写 勾勒出怀旧之情 整首词表现了 对过往美好时光的留恋 和对流年逝去的感慨 第六十名 定风波 苏氏三月七日 沙虎道中寓语 语句先去 同行皆狼狈 语读不绝 以而遂情 故作此词 莫听川林打夜声 何妨吟笑且徐行 逐杖盲邪轻圣马 谁怕 一缩烟雨任平生 撂翘春风吹酒醒 微冷 山头邪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 也无情 定风波 以苏氏在雨中行走的经历 为背景 描绘了一幅 诗意盎然的画面 在自然景色和心境的交融中 表达了对时光流逝的无奈 和对命运的感慨 通过微冷 山头邪照等描写 展现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境界 第六十一名 争扎子元熙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 人月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诗春山秀 这首词分别描绘了去年和今年元宵的对比 去年元夜 繁华灯饰 月上柳梢 人们黄昏后约会 充满了喜悦与快乐 而今年元夜 月色依旧 灯火依然明亮 却不见去年的人 只有泪水湿润了春山秀 通过对去年和今年元夜的对比 表达了时光流逝 人世一世的感慨和失落之情 第六十二名 青门隐 张仙 乍暖还清冷 风雨晚来方定 亭轩寂寞尽清明 残花终久 又是去年病 楼头画脚风吹醒 入夜重门静 那看更被明月 阁墙送过秋千影 青门隐以清明时节寂寞的景象为背景 通过描写 亭轩寂寞 残花中的酒 展现了诗人的内心孤寂与感伤 诗中透露出对过往时光的怀念 和对岁月流逝的感慨 第六十三名 少年有感救 周邦雁 病刀如水 无言胜雪 先止破新柳丁 紧握出温 受烟不断 相对做条生 低声问 向谁行诉 成上已三更 马滑双农 不如修去 只是少人行 这首词以无言等事物的笔心 表现了对往事的怀念和感伤 通过对成上素页 马滑双农的描写 展现了诗人对往事的怀念 和对孤独的不安 第六十四名 贺新郎送湖帮横带志 张元干 梦绕神舟路 唱秋风 莲芸画角 故宫离属 抵视昆仑青底柱 九地黄流乱柱 巨万落 千村糊涂 天意从来高难问 旷人情 老一杯难素 更难谱 宋君去 梁生暗柳摧残鼠 耿邪和 孰心淡月 断云微渡 万里江山之何处 回首对长夜雨 咽不到 孰成谁雨 沐浸青天怀金谷 啃而草 恩怨香而辱 举大白 听金吕 诗人通过对梦绕神舟路的回忆 表达了对有人离别的不舍 诗中表现了对过去景象的留恋 对友情的珍视 以及对别离的无奈与感伤 第六十五名唐多令崇过武昌 刘过 安远楼小吉 又商戈板之机黄旗信者 启辞于龙舟道人 魏父子 同柳父之 刘去飞 石明瞻 周家仲 陈梦参 梦容 十八月五日也 卢叶满厅舟 寒沙带潜流 二十年 崇过南楼 柳下寄传游未稳 能几日 又中秋 黄鹤断鸡头 故人今在否 旧江山 浑世新愁 欲买桂花同在酒 终不似 少年游 这首词描绘了诗人二十年后 崇游南楼的情景 仍然是卢叶满厅舟 寒沙带潜流 诗人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往事 感叹时光飞逝 仍对昔日情景难忘 表达了对往事的怀念 和对岁月流逝的感慨 第六十六名 林江仙 燕姬道 梦后楼台高锁 酒醒莲目低垂 去年春恨却来时 落花人独立 威与燕双飞 记得小平初见 两重心字螺依 琵琶弦上说相思 当时明月在 曾照彩云归 在林江仙中 燕姬道以梦后楼台高锁 拉开序幕 描绘了梦境之后 苏醒时庭院景致的变化 通过对比梦境 与现实的差异 表达了诗人内心 对于时光流逝的感慨 落花飘零 人独立其中 微雨中燕双飞 情景深沉幽远 勾勒出一种 恍若隔世的幽情 第六十七名楼春春景 宋琦 东城见觉风光好 胡昼波文银刻照 绿阳烟外小寒清 红杏之头春意闹 福生长恨欢与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久劝斜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宋琦的玉楼春春景 都市景色为背景 描绘了春日冬城的景致 它运用绿阳 红杏等春天常见的景物 展现了春色妖娆 春意盎然的场景 诗人抒发了对 红尘中欢愉生活的感叹 并表达了 对纯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六十八名 灭奴焦荷花 江葵 于克武陵 湖北县志在焰 古城野水 桥木参天 鱼鱼二三有日荡周期间 薄荷花而饮 意向悠闲 不泪人静 秋水且和 荷叶出地寻帐 阴烈坐旗下 尚不见日 清风徐来 绿云自动 兼于书处窥渐游人画传 亦一乐也 窃来无星 数得襄阳和花中 又夜饭西湖 光景齐倦 故以此句写之 闹红一格 寄来时 长雨鸳鸯为吕 三十六杯人味道 水配风尚无数 翠叶炊凉 玉蓉消酒 更洒孤朴雨 燕燃摇动 冷香飞上诗句 日暮 青盖亭亭 情人不见 争忍灵波去 只恐五一寒一落 愁入西风南谱 高柳垂音 老鱼吹浪 留我花间柱 甜甜多少 几回杀季归路 江奎以武林湖畔的荷花景色为背景 描绘了与友人泛舟和堂的显示场景 通过对荷叶 清风 绿云等景物的描绘 诗人表达了一种超脱尘世的优雅心境 整个诗篇充满了舒适 惬意的氛围 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 诗人以自然景物寄托了对友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六十九名西河金陵淮谷 周邦雁 嘉丽地 南朝盛世谁记 山为故国绕青江 记环对起 怒涛记莫打孤城 风墙窑渡天际 断崖树 游道矣 莫愁亭子曾戏 空余旧际苍苍 雾尘半壘 夜深月过女墙来 伤心东望淮水 九旗戏谷慎处逝 想依稀 王谢林里 燕子不知何事 入寻常 相莫人家 相对如说星王 斜阳里 周邦雁以金陵金南京 为背景 表达了对昔日盛景和辉煌历史的怀念 她通过描绘自然景物和历史遗迹 表达了对昔日繁荣和兴盛的惋惜 和感慨 作品中的山水 女墙 王谢林里等景物都成为诗人怀骨时的评级 而悠扬的诗调则勾勒出怀念之情 第七十名 长亭苑曼 江奎 与颇喜自制曲 除帅意为长短剧 然后写以律 故前后片多不同 环大司马云 西年重柳 一一汉南 惊看遥落 七创江潭 树犹如此 人何以堪词语与深爱之 剑吹尽 之头相续 是处人家 绿身门户 远朴迎回 目翻凌乱向何许 悦人多矣 谁得四 长亭树 树若有情时 不会得 轻轻如许 日暮 望高尘不见 只见乱山无数 为狼去也 怎望得 欲还分腹 第一是 早早归来 怕红恶 无人为主 算空有病刀 难捡离愁千缕 江奎的诗作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写 抒发了诗人内心的苍凉之感 他运用了柳树 港湾等景物 新气急以简洁的文字描写了一个平凡的乡村场景 寄托了对乡村生活的向往 诗中通过描述农家的情景 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生活的羡慕与向往 这种对自然平淡生活的向往也代表了一种反扑归真的愿望 第七十二名风流子 周邦燕 新绿小池塘 风连洞 碎银舞斜阳 现今乌去来 就是朝宴 土花缭绕 前渡眉墙 秀阁里 奉为申吉许 听得李思黄 欲说又修 绿乖方信 为歌鲜艳 愁尽清商 摇之心装了 开诸户 迎自带月西乡 醉苦梦魂 今宵不到一行 问甚时说语 家音秘号 即将勤静 偷换寒乡 天便叫人 煞时思见何妨 周邦燕以新绿小池塘为背景 描述了一种浪漫的情景 他通过描写池塘 斜阳 朝宴等景物 展现了一种风流异性 清雅诗意的情调 作品中运用的典雅词枣和意境营造 彰显了诗人对优美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第七十三名大谱春雨 周邦燕 对宿烟收 春秦静 飞雨时明高屋 墙头清玉佩 洗牵双都尽 嫩烧香畜 润逼琴丝 寒清枕杖 宠网吹年连煮 游亭无人处 亭言声不断 困眠初熟 奈愁极贫荆 梦清难记 自怜悠毒 行人归易素 醉先念 流老房车谷 怎奈向 蓝城憔悴 未借清雷 等闲时 一伤心目 未怪平阳客 双泪落 敌中哀曲 旷销索 清无国 红伞铺地 门外荆桃如书 夜游供水禀逐 周邦彦在《大浦春雨》中 以雨景为背景 表达了对春雨的赞美 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他通过对春雨 墙头 游艇等景物的描写 展现了一种清幽宁静 甜淡宜人的画面 同时 诗中也流露出 对事态炎凉和感伤的情感 第七十四名 水龙吟 张杰 夜芒英懒方残 正低上 柳花飘坠 清飞乱舞 点画清零 全无才思 闲衬游思 敬临深院 日掌门壁 棒珠连散漫 垂垂玉下 依前辈 风浮起 蓝杖玉人睡觉 怪春衣 雪沾穷坠 绣床悬满 香求无数 财源雀碎 十见风儿 养年清粉 鱼吹池水 望张台路摇 金安游荡 有盈盈泪 这首诗 以婉约的笔触 勾勒出春天的景象 通过描述正低上 清飞乱舞的柳花 细腻地表现了春日细腻柔美的画面 诗人以动人的意象 将蓝杖玉人 秀床香求等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展现了婉约细腻的意境和凄美情怀 第七十五名 齐天乐秋思 周邦雁 绿无雕尽台成路 书香又逢秋晚 沐浴生寒 名穷劝之 深格时文才简 云窗静眼 探虫福罗音 顿书花殿 上有书囊 露营清夜照书卷 经将留至最久 故人相望处 离思河县 渭水西风 长安乱夜 空意诗情婉转 平高跳远 正欲夜心抽 谢敖初见 醉倒山恩 淡愁邪照脸 周邦雁以秋季为背景 通过对台成路 花殿 露营等景物的描写 表达了诗人对故人思念之情 和对故土相情的留恋 他细致地勾勾勒了秋天的景色 展现了对亲友和家乡的思念之情 第七十六名 所窗寒寒时 周邦雁 暗柳提鸭 单一助力 小莲珠户 童花伴母 竟所亦亭筹雨 洒空街 夜兰未修 故人简逐西窗雨 四楚江民宿 风灯凌乱 少年积履 池暮 西游处 正殿设无烟 进城百五 齐亭换酒 赋予羔羊愁 享冬园 桃李自春 小春秀业今在否 到归时 定有残婴 代客邪尊祖 周邦雁以静寂的雨夜为背景 描述了暗柳提鸭 铜花 洒空街等景物 营造了一种漆迷 寂寥的氛围 诗人以凄凉的情感和忧怨的意境 展现了对旧时光景和逝去人世的怀念之情 第七十七名 风入松 吴文英 听风听雨过清明 愁草亦花明 楼前绿岸分邪路 一丝柳 一寸柔情 撂翘春寒中酒 交加小梦提英 西元日日扫林亭 依旧赏心情 黄风频扑秋千锁 有当时 仙手相宁 惆怅双冤不道 幽阶一夜抬升 吴文英通过对风雨交加 愁草亦花的描写 勾勒了清明时节的萧索氛围 诗中透露着诗人对岁月意识和时光流转的感慨 以及对故人和逝去美好时光的怀念之情 第七十八名 高阳台西湖春感 张言 接夜朝英 平波卷絮 断桥携日归传 能挤翻游 看花又是明年 东风且伴墙薇柱 到墙薇 春已堪连 更欺然 万绿西陵 一抹荒烟 当年燕子之何处 但抬身围躯 草岸斜穿 见说心愁 如今也到欧边 无心再续生歌梦 眼崇门 潜醉贤眠 莫开帘 怕见飞花 怕听提娟 张言以西湖春景为背景 通过描绘万绿西陵 草岸斜穿等景物 表现了对美好时光 和历史文化的怀念 诗人透过景物的描写 流露出对雇员相仇的情感 和对历史风貌的追忆之情 第七十九名水调歌头 宋章德茂 大清时鲁 陈亮 不见难失久 慢说北群空 当场之首 毕竟还我万夫雄 自笑堂堂汉史 得似洋洋河水 依旧只流东 且赴穷炉败 会向稿皆逢 摇之都 顺之嚷 雨之风 淤中应有 一个半个齿陈戎 万里兴山如许 千古英灵安在 磅礴几时通 胡运何须问 贺日字当中 这首诗写颂时鲁 张德茂的诗篇 表达了诗人 对史臣远行的祝福 同时也抒发了 对中原文化的思考 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 诗中通过历史典故 和对古代圣贤的引用 彰显了中华文化的 深厚底蕴 作者以平和的比调 融合了政治和文化意味 表达了对国家兴衰的 深思和思念之情 第八十名 朝中错诵 刘仲元辅出 首为阳 欧阳修 平山蓝坎以晴空 山色有无中 首重堂前垂柳 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 挥毫万字 一饮千钟 行乐直须年少 尊前看取筛恩 欧阳修的这首诗 通过对宋别的官员 刘仲元辅的描述 表现了对年少 行乐时光的怀念 和对岁月流逝的感慨 以平山蓝坎以晴空 首重堂前垂柳 等景物为背景 将行乐年少的画面 与离别的感伤巧妙融合 流露出对时光意识 和青春年华的惋惜之情 第八十一名 这孤天 心气急 鹅湖归 并起坐 枕殿西塘冷玉秋 断云衣水碗来收 红莲香以魂如醉 百鸟无言定自愁 书多多 且修修 一秋一鹤也风流 不知金力摔多少 但决心来懒上楼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心气急 并育后作诗的情景 通过对床垫冷透秋天 红莲以水自如醉 书并懒上楼等景物描写 表达了诗人对康复后 重返诗坛的兴奋 和对书并恢复的喜悦之情 第八十二名 唐多令西别 吴文英 何处何成仇 离人心上秋 纵芭交 不语也搜搜 都到晚凉天气好 有明月 怕灯楼 年是梦中休 花空淹水流 燕瓷归 刻上淹流 垂柳不迎群带住 漫长事 细行舟 这首诗以离别为主题 表达了离人心上秋凉时的惆怅和思念之情 通过描写晚凉 月明 刻上烟流等景物 勾勒出离别时的伤感和难舍之情 第八十三名 东风第一之永春雪 史达祖 巧沁蓝心 偷沾草甲 东风玉仗心暖 满宁碧瓦南流 信之木寒较浅 行天入境 作弄出 轻松鲜软 廖顾远 不卷重帘 勿了炸来双雁 轻未了 柳回白眼 红玉段 性开宿面 就游异着山音 后蒙碎房上院 熏炉重运 便放慢 春山针线 孔凤靴 挑菜归来 万一霸桥相见 史达祖 以东风吹拂春雪 为背景 以描写春天 细雪飘落的景象 表达了对春天 雇员和回忆的怀念之情 通过永雪 和对雇员景物的怀念 诗人抒发了 对雇土相仇 和对美好时光的追忆 第八十四名 采桑子 欧阳修 群方过后西湖好 狼藉蚂 飞絮蒙蒙 垂柳栏杆 近日风 声歌散尽游人去 史觉春空 垂下莲笼 双雁归来细雨中 这首诗 以西湖春景为背景 诗人通过描述 群方过后的景象 表现了春天残破的景致 群方落尽后 西湖依旧美丽 但处处已是花瓣雕落 景象狼藉 诗中的柳树枝条随风摇曳 飞絮漫天飘舞 勾勒出一幅销索 残破的春天画面 游人散尽 声歌已歇 留下了空旷的春天和细雨中 归巢的双雁 第八十五名 一简梅周过五江 讲节 一片春愁带酒浇 江上周遥 楼上连昭 秋娘渡与太娘桥 风又飘飘 雨又萧萧 何日归家喜客袍 银子声调 心字相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讲节以江上周传行事为背景 描述了一种怀念故乡的愁绪 诗人在周传上 眺望江水 留恋家乡 情绪沉郁 通过周行无疆 风雨萧萧的描写 表现了诗人对归家的盼望 对故乡亲人的思念 对旧时光的回忆和怀念 第八十六名过秦楼 周邦雁 水域清缠 夜轩凉吹 相莫马生出断 嫌疑路景 笑扑流营 惹破话罗青山 人静夜久平澜 愁不归眠 历惨耕见 叹年华一瞬 人今千里 梦尘疏远 空见说 并且穷书 容清津静 见懒趁时云染 没风的入 红雨台姿 一架五红都变 谁信无聊未依 才减江烟 情商寻欠 但明和影下 还看悉星数点 诗人以夜晚景色为背景 描绘了一种寂静深夜的情景 诗中描述了水域清缠 夜轩凉吹 马生出断的景象 以及在静谧的夜中 平澜感慨岁月流转 梦寐寐 梦寐疏远的愁绪 诗人异性阑珊 感慨人生匆匆 昔日殷华已逝 对失去岁月的感伤 溢于言表 第八十七名 汉宫春梅 潮冲枝 潇洒江梅 相竹烧西处 横两三枝 东军也不爱惜 雪压风漆 无情燕子 怕春寒 青诗花期 为事有 难来归宴 年年常见开始 清前小夕如恋 问玉堂何寺 毛涉疏离 伤心故人去后 冷落心诗 微云淡月 对孤芳 吩咐他谁 空字已 清香未减 风流不在人之 潮冲枝 以梅花为对象 表现了梅花的 坚真不屈 冷傲清雅的品质 诗人通过描述 梅花在春寒中 吏不雕 独显风姿的景象 寄托了自己的情感 诗中梅花孤傲 清雅高洁 展现了一种独立自由 坚强豁达的精神风貌 第八十八名 蝶恋花 周邦雁 月角金屋漆不定 更露江蚕 露露千金井 唤起两眸青炯炯 泪花落枕红棉冷 指手霜 风吹并影 去意怀黄 别语愁难听 楼上栏杆横豆饼 路寒人远姬相应 周邦雁以蝶恋花为笔星 表现了一个离人的怀念之情 诗人通过蝶子惊动花草 时间逝去 铸成了一场怅然若诗 离情别墅的场景 诗中的月色与残忠 双风与离愁 眼泪与寒冷搭配 构成了一幅离愁别墅的意境 第八十九名望海潮洛阳怀谷 情观 梅英书淡 冰丝容谢 东风暗幻年华 金谷俊游 铜驼相末 心情细缕杀 长继物随车 正续翻蝶舞 方思交加 柳下桃期 乱分春色道人家 西元夜饮名家 有华灯爱月 飞盖繁花 兰愿未空 行人见老 重来世事看街 烟鸣酒其邪 但以楼吉木 实见欺压 无奈归心 暗随流水到天涯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 对洛阳古都的怀念之情 诗中描述了 随着东风的吹拂 梅花凋零 冰雪融化的景象 暗指岁月更迭 光阴异逝 金谷俊游 铜驼相末的景致 勾勒出了 昔日洛阳的繁华景象 诗人对过往的遗憾 和怀念交织 思绪回忆起 车马匆匆错失的旧日时光 对流逝岁月的悲叹和感伤 第九十名 贺新郎 夜梦得 睡起流英语 眼苍台 房龙向晚 乱红无数 吹尽残花无人问 唯有垂扬自舞 见暖矮 除回清暑 宝善重寻明月影 暗沉亲 尚有成鸾女 经就恨 巨如许 江南梦断横高竹 浪年天 葡萄掌绿 半空烟雨 无限楼前苍波艺 谁采平花寄取 但畅望 兰州荣语 万里云帆何时道 宋姑红 木断千山足 谁为我 唱金吕 诗中以景物交融的管道 表现了一种 对过去的怀念和悲伤 诗人以夜晚醒来的场景入手 描绘了乱红飞舞 杨柳摇曳的情景 暗示了人世沧桑变迁 诗人怀念往事 感慨时光一世 而江南梦断的意象 也透露着对过去的追忆和遗憾 第九十一名 瑜伽傲记梦 李清照 天街云涛连小雾 星河欲转千帆五 仿佛梦魂归地所 闻天语 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暴露长街日暮 学诗满有惊人剧 九万里封彭正举 封修筑 彭舟吹曲三山去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在梦中 与神明对话的场景 展现了他心中的豪情志向 诗人在梦中仿佛身临神明 感慨人生短暂 表达了对世俗沧桑的颇深感慨 诗人以自己写诗的才华 来表达对时光的惋惜 将壮志豪情抒发的淋漓尽致 第九十二名 节语花元宵 周邦宴 风宵宴辣 鹿意轰炉 花时光相射 桂华柳瓦 仙云散 耿耿素额欲下 衣长淡雅 看处女 仙妖一把 萧古轩 人影参差 满路飘香射 音念独成放夜 望千门如皱 嬉笑有也 电车罗帕 相逢处 自有暗沉随马 年光视野 为止见 旧情衰卸 青露仪 飞盖归来 从午修歌霸 这首诗通过对元宵节的生动描绘 表达了诗人对繁华都市 华氏热闹景象的感受 描绘了热闹的市场场景 绚丽多彩的花灯 美丽的女子 构成了一幅繁华 喧嚣的元宵市集图景 但在欢乐背后 诗人似乎有一份难以言喻的孤独和寂寞 第九十三名 点将纯丁卫东过吴松座 江奎 艳艳无心 太湖西畔随云去 树风轻苦 商略黄昏雨 第四桥边 你共天随著 今何许 平澜怀骨 残柳参丝舞 这首短诗通过简洁的文字勾勒了深沉的离愁别叙 描述了艳艳无心飞过太湖 只向离别之苦 诗人在临别之际 心中满怀离愁 对情感归宿的不确定性充满了疑虑 第九十四名 水龙吟春恨 陈亮 闹花深处层楼 画帘半卷东风软 春归翠末 平缩绒嫩 垂扬金钱 迟日催花 淡云隔雨 清寒清暖 恨芳飞世界 尤人未赏 都赋予 英和艳 寂寞评高念远 向南楼 一生归艳 京拆豆草 青丝勒马 风流云散 罗寿分香 翠霄风泪 几多幽怨 正销魂 又是书烟淡月 《紫归生断》 这首诗以春天的景象为背景 表达了诗人内心深处 对春意的不满和无奈 诗人将闹花深处层楼作为描述 勾勒出春日的繁华与娇媚 然而 诗人对春景的描绘并不喜悦 而是充满了怨恨之情 诗人对于春天的繁华景象 和人间美好感到无奈 悲叹自己 未能在这美景中 寻觅到快乐 反而将心中的烦忧和不满 倾注于景物之间 第九十五名 摸鱼尔冬高玉居炒补之 买杯糖 悬灾养柳 依稀淮岸乡浦 冬高玉族心狠掌 沙子陆来欧剧 堪爱处 最好是 以传夜月光流煮 无人独舞 任翠卧张天 柔阴极地 久尽未能去 清灵背 莫已经归故步 如冠曾把身物 公刀牵其成何事 荒了少瓶瓜谱 君逝去 满清静 星星并影今如许 功名浪语 变似的班超 风猴万里 归继孔驰木 诗中描绘了 东高的美景 和诗人的生活心境 以淮水为背景 展示了诗人 在此居住的情境 诗人独自一人 享受着大自然的美景 拥有宁静 而美好的生活 但同时也透露出 诗人对过往荣耀的留恋与不舍 暗示了诗人 早年才学不成的遗憾与追忆 第九十六名 解连环 周邦燕 怨怀无托 结情人断绝 信音辽缪 纵妙手 能解连环 似风散与收 雾清云薄 燕子镂空 暗沉锁 异常闲锁 想一根换叶 尽是旧时 手中红药 听舟渐生度弱 撂舟已暗驱 人在天角 满记得 当日音书 把闲语闲言 带总烧雀 水溢春回 忘记我 江南梅厄 盼今生 对花对酒 未依泪落 诗人通过对连环的隐喻 表达了对人际关系和感情的苦闷和烦恼 连环解不开 象征住情感的纠葛不清 诗人似乎陷入了一种对往事和感情的回忆与追忆之中 情感烦乱无法解脱 表达了一种对过往情感的无奈和怀念 张言 八生甘州 诗人借此作品表达了对有人沈瑶道的怀念之情 诗人回忆起 与有人的别离 深感有情之深 对有人的思念和怀念之情浓厚而深刻 整首诗透露着一种对岁月流逝的惋惜和友情难以割舍的心情 第九十七名八生甘州 张言 新茂岁 沈瑶道同与北归 各处行 月 于岁 瑶道来问寂寞 与孝数日 又复别去 复词曲 并记赵学舟 继玉关踏雪是清游 寒气脆雕球 棒枯林古道 长河印马 此意悠悠 短梦依然将表 老泪洒西周 一字无提处 落叶都愁 再去白云归去 问谁留楚沛 弄影中周 折炉花赠远 凌落一深秋 向寻常 也瞧流水 待招来 不是旧沙欧 空怀感 有邪阳处 却怕登楼 这首诗以有人 沈瑶道的离别为题材 通过回忆与怀念 表达了对友情的深深怀念 和惆怅之情 诗人用于岁 瑶道来问寂寞 雨孝数日 又复别去勾勒出 有人来访 和再别的情景 诗人通过回忆 在玉冠踏雪 寒气翠雕球的经历 表达了对友人 和往事的留恋和怀念之情 诗中的短梦依然将表 老泪洒西周 导出了诗人对友情 与往事的追忆和留恋之情 同时 一字无提触 落叶都愁 抒发了诗人内心的凄凉之感 第九十八名 解连环孤艳 张言 楚江空晚 唱离群万里 恍然惊散 自顾影 却下寒堂 正杀尽草枯 水准天远 写不成书 只记得 相思一点 料音寻悟了 残瞻雍雪 故人心眼 谁连旅仇仍然 满掌门夜敲 紧征谈怨 想伴侣 游素芦花 也曾念春前 去成英转 沐浴相呼 怕墨地 玉冠重建 为修他 双雁归来 画连半卷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的孤寂与离愁 通过楚江空晚的景象 勾勒出诗人内心的孤独和迷茫 诗人用唱离群万里 恍然惊散描述了自己的独处与迷失 借孤艳难寻伴来表达自己在一厢的寂寞之情 诗人表达了对旧日有益的怀念与留恋 对自己孤寂处境的无奈与感叹 最后的画连半卷透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和无奈 第九十九名江城子密州出列 苏氏老夫辽发少年狂 左千黄又情仓 紧冒雕囚 千奇卷平刚 卫报清城随太守 亲涉虎 看孙郎 久憨凶胆上开张 病微霜又何妨 迟节云中 何日浅逢堂 会晚雕宫如满月 西北望 涉天狼 这首诗写出了诗人少年豪情和对豪迈生活的向往 苏氏以出列的场景来抒发自己少年豪情壮志 诗中老夫辽发少年狂是苏氏对自己豪迈少年时的一种回忆 他描述了出列的场景 表现了英雄气概和豪情壮志 以酒为魂 弓箭为友 以极度豪放之情追求猎物 展现出英雄气概和年轻时的豪情壮志 第100名六周歌头 张孝祥 长怀望断 观赛莽然平 征辰暗 双风禁 巧边生 暗萧宁 追想当年事 戴天树 非人力 诸四上 咸歌地 一山兴 隔水沾香 落日牛羊下 欧托纵横 看明王消炼 寄火一川明 甲骨悲鸣 浅人精 念腰间剑侠中 见空哀肚 静合成 石一诗 心图壮 碎江陵 妙神经 甘雨方怀远 静风碎 且修冰 观盖史 分池物 若为情 闻到中原已老 常难忘 翠宝拟精 使行人到此 终奋气填英 有泪如青 这首诗通过描述战乱年间的景象 表达了对乱世的感叹与忧虑 诗人以常怀望断 观赛莽然凭来描绘当时战乱年代的惨状 表达了对战乱年代的不满和痛心 描述了充满战乱和血腥的场景 表现出对乱世的忧虑与感叹 全诗情绪激荡 抒发了对乱世不幸和对纷扰的深深忧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